吴大夫 你先去吧 好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好消息 恢复得特别好 已经不咳嗽了 再过一个礼拜 就能出院了 真的 对啊 不过那个 出院之后啊 还得悉心地观察 交请一个专业的护工 定期啊 还要给他复查 知道了 谢谢大夫 谢谢吴大夫 那我一会儿 把剩下的住院费 给他交了 医药费已经交齐了 一直到出院 所有的治疗费用 都够用了 去看孩子吧 谁交的呀 你说这你没交 我没交 英素也没交 这钱到底是谁交的 终于来找我了啊 怎么 怕了 黄家文 你认识我这么多年 你觉得我秦英素 被人威胁怕过吗 以后啊 不要再用这种想记表 今天我没见过你 也不知道 快递里面的内容 以后再见到秦英素 或者获知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咱们 측 还有这个 你收好 足够补偿你的损失了 他肯定了 是不是 你收好 足够补偿你的损失了 算你聪明 我只是随便卖了一套首饰 就换了这么多钱 所以你以后 不用再操心孩子的医药费 因为跟你已经没关系了 秦一苏 你知道我从来要的 就不是钱 你也知道我能给你的 也只有这个 黄家文 我看在你这孩子 父亲的份上 我才对你这么客气 你知道 我可以随时让你消失的 你是准备 用对付江村的方法 来对付我们是吧 那江村知道 你是怎么对待的吗 黄家文 你说咱俩这是何必呢 你 你跟他说了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俩只会两败俱伤啊 现在多好啊 你也有钱了 我也可以做回江太太 只要你帮我隐藏这个秘密 我答应你 我每年都让你见一次孩子 秦苏你放弃吧 江村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知道 可我也没你想得那么蠢 江村如果还是以前的那个汤 我或许不会这么选 但是他变了 他已经爱上了秦苏 他爱上的是 假扮秦苏的霍芝 那也是秦苏我怕 我都计划好了 叫霍芝走 而且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的 秦苏你是不是疯了呀 她是你亲妹妹 你连自己亲妹妹 你都要算计 如果说霍芝知道你怎么对她的 我对她已经人之意尽了 是我 是我情愫把她从福利院带出来的 而且我让她过了半年 江太太的好日子了 不然的话 她这辈子都别想过这样的日子 你懂吗 我告诉你 没人能破坏我跟江村的感情 获知不信 你也不想 你也不想 谢谢 这个 好 那好啊 给 给 阿姨 霍老师 霍老师好久不来了 我还以为你到别的地方买 把生意给了别人了 怎么会呢阿姨 我从植高就在营这儿买 那你最近萌什么呀 我换了一个工作 现在年轻人换工作换得及 只要还在本职工作上 应该问题不大 好 多少钱 三十八 江伯 你手机买来当摆设的呀 我昨天打了十几个电话 你一个没接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不想接 你怎么了 跟你哥吵架了 跟你哥吵架了 你跟你哥吵架 拿我撒气合适吗 你阴阳乖气笑什么呀 我在笑我自己 感谢你陈令生 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 没有好人 我什么地方招惹你啊 没招惹我 本小姐要工作了 吃陪我 没招惹我 本小姐要工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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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